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乔瑞怎么怎么回事啊 装什么呀装 那大姐都看出来了 看见什么了 你要胡说什么了 我是你大姐 我跟乔瑞吧 就是这个 一前一后 或者忽前忽后的关系 明白吗 不明白 什么意思啊 你们还啰嗦什么呀 天空黑了才怎么办 走了 拜拜 走了 到底在什么呢 走 慢点啊 老张 你这个最近状态有点不对啊 是谈恋爱了还是失恋了 我警告过你多少回了 不许叫我老张 那小张是不是最近谈恋爱了呢 去去去 没干没小 说正哪些 我觉得你这个五官罢 长得都特别好 就是人中上那个小黑痣 阻碍了你的桃花蕴 我人中上有痣吗 还真有一颗啊 是吧 怎么就长呢 这么小你都看见了 你别看他小 就是他阻碍你桃花蕴 我告诉你 你得找大师把他给点了 仨月 点了之后仨月之内 绝对十来运转 保你碰到如意郎郡 真的假的 你小子还懂面相 我最近在研究这个 告诉你 我还专门找大师学了几招 你还别不信 自打上次 大师把我这个耳朵上 那个黑痣点了之后 我买那些股票 我告诉你 那只这个长得乱七八糟 一塌糊涂 说的跟真的是 所以不信 那你把那个人的电话 给我一个 好 给 我告诉你 听我名 老招肯定给你打打扯 不过你别叫老招 你得叫庄大师 庄大师 对 庄大师 就打这号 喂 那个请问是庄大师吗 是啊 我是给您约好 来点质的 好 谢谢啊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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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什么情况啊 一回来就音信全无 跟我玩人间蒸发呢 不是说好了有余地久添尝吗 老师 我没回容啊 回容 谁回你容了 别急别急 慢慢说 怎么回事啊 你敢把那口罩摘了吗 不敢 不我看不清状况 我怎么安慰你啊 是吧 听话 摘了 不你那么快 谁能看得清啊 你眼睛有问题啊 你看不清 快 怎么弄得跟小日本人是这样啊 我就知道你这人特别有腾勤心 让这会儿还心安乐阔 不是你好端端的 你点什么痣啊 再说你那哪有痣啊 我怎么没发现 后长呢 这么小一颗 这么小一颗 我刚才又是点个痣 我刚才又说 我根本是痣的问题 什么狗屁大师 整个一江湖骗子 你怎么能信那种人说的话呢 这到底什么问题啊 我脑子有问题 行了 放心吧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算有问题 我帮你打官司 免费 有啊 你让我安慰人呢 我能毁人啊 我可是诚心诚意地安慰你 我觉得这点伤 毁不了容 你还非得让我说 你这么漂亮 就算毁那点容 也没关系 不是 你应该说啊 我要真毁容了 你就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大夫 要给我总毁了 我就发现了 好吧 就算你毁了容 我先把你收了 回头 慢慢帮你等 喂 怎么着啊 明天还是我去叶正叔吧 到年关了 你也怪忙的 谢谢你的体贴 那我就等你电话了啊 哎 晚上咱一起吃个饭吧 行 挂了 正叔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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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都来了 从美国回来变年轻了 我来 再我来 我来 我来 今天可以了 你挺好的吗 来 老鸭 来 来 来 干嘛呀 哎呀 美国市的见面里跟咱们握手差不多少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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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不乐意了呢 这哥呀 你看 这是妍妍送给你的礼物 她说你们女孩子喜欢这个娃娃吗 真好看 谢谢正叔 谢谢妍妍 我自己一直特别喜欢这种能换衣服的小娃娃 不过一直没买 倒不是舍不得 就是觉得我这年纪了买这个反正挺可笑的 哎 你这个年纪在美国呀还属于小孩呢 妍妍看了你的照片呢 你猜她怎么说 这个时刻要是在美国呀得有不少人追呢 真的假的呀 这可不是假的 那你让妍妍在美国帮我找一个呗 要真这样的话你得自己跟她联系 回头我把一脉我给你 呦 正叔 您了不得了 去了一趟美国您都已没有了 啊 这可不是现学现卖的 你正叔是电脑高手呗 真的假的 你妈每次唱歌都是我从网上给她下歌词的 对不对呀 我忘了跟你说了 你追的那个明星啊 在美国也有不少粉丝嘞 吃面行吗 随便什么都行 来 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礼物 吃茄子卤啊 还是星室卤 什么都行啊 打开看看嘛 妈 人西方人都新接到礼物之后 立马拆开看看 你要吃茄子卤我就给你剁 你要吃星室卤我就用手捏 随便 随便 妈 我就不在家吃了 我还有事 我一会儿得先走 干嘛去 不是 我们主任派我到京郊 拍一些那个什么民风民俗的节目 放在春节里用 那我估计这两天我就得住在那了 你看看 这都来到年了 还不让休息 太缺少人性了 你应该找公会主席下的抗议 正叔 那我就带您去找我们公会主席 您跟他替我抗议抗议 太没有人性了 正叔 我估计我妈是嫌我在这儿碍事了 那我一会儿收拾完东西我就先闪了啊 那忙你的 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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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龙颜大悦 那就好 把咱撤 撤呗 服务员 买单 哎 你爸挺逗的 今天一进门给我妈来了一大拥抱 份儿特正 跟美国人似的 没吓着干嘛了 真吓着了 主要是不好意思 老太太哪见过那阵子 行 饭吃完了 咱俩回家吧 咱俩回家吧 咱俩 是啊 回谁家啊 当然回我家了 你不是要借宿吗 谁要借宿了 你不是说要出差吗 我 我是要出差啊 等我晚上住到剧组去啊 你不住我那儿啊 剧组多的是房间 我现在还是制作人 我说了算 那我会错意自作多情了 我说了 董姐 我们来这儿就拍的鸡跟鸭呀 实话问的 什么叫光拍鸡跟鸭 今天拍的是民风民俗 这些房子里边的人都得拍 开会的时候没说呀 赶紧去 加鸡去 知道了 快点死了 半点您妈的电话 喂 妈跟你说 你赶紧回来 把那粉朵派过来走 又怎么了老妈 你别问了 我让你回来就回来 我跟你说 他要不走 我就走 妈 就是呢 走了 为什么呀 我走了之后 你还不好好的吗 他反动 为什么 他怎么反动 开口闭口 美国怎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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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 那你回来干什么 这纯粹是井里的蛤蟆 没见过天日 我这看上去 就为这个 咋的咋的 你也太 我太什么 我就是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 怎么的 哎呀 我的天啊 到美国去 没人几天 这家伙就叫你出货了 真 头发变质了 行行行 您别激动 您慢慢说 这证书人呢 在哪呢 投奔他美国主子去了 不是 妈 我很理解 也很赞同 你这种 爱憎分明的情感 但是您说 大冷天的 咱把正说 就这么赶出去了 咱不合适吧 哎 贵妮啊 妈可没赶他 我没赶他 他是辩论不过我了 千里剧情 狼狈逃窜了 走了好 走了更清静 不是 老妈 你爸 你别说 真的 我这次 我一定把这反动派 彻底打倒 不但这样 我还要踏上 千万一脚 叫他勇士不得翻身 哼 看看我的厉害 我就是给他学学 美国见闻吗 没话大 没缩小 实事求是的 美国见闻吗 那秦阿姨也就随便说说 您何必较真呢 我必须较真呢 这是原则问题 我十六岁入党 在红彤彤的党旗下 我宣誓 一辈子对革命忠诚 我说到了 做到了 一辈子忠心耿耿 怎么老了老了 成了反动派了 我受不了这个冤屈吗 什么冤屈不冤屈的 人秦阿姨 不是你的敌人 他是您的老伴 您的亲人 亲人就更不能说 这样让人痛心的话了 这比敌人还要让人痛心呢 爸 说严重了啊 您回去给秦阿姨 道个歉 服个软 不就完了吗 有什么对错呀 不可能 在涉及党性原则的问题上 服软就是妥协 道歉就是认罪 当年蹲牛棚的时候 我天天爱批斗 我都没服过软 我都没认过罪 现在更没有人 能让我服软认罪 不可能 爸 这你可扯远了 还牛棚呢 行 咱坚决不道歉 坚决不认罪 坚持革命立场 那您喝口水 消消消消 我还是回唐山去吧 别啊 你要一回唐山 这事态就严重了 您还是在我那待几天 再说吧 待几天 我也不可能服软道歉 这是原则问题 你看您还来劲了是吧 怎么办呢 你问我 我哪知道啊 我爸和你妈 现在都上纲上线 讲原则讲立场 你别赌气嘛 我赌气了吗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解决问题 否则大家都会有麻烦的 麻烦就麻烦呗 巧瑞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又不是我撮合的 你爸跟我妈 该聊的不都聊过了吗 到这会儿了 出事反感有什么用啊 有话你就说 没话别冲我来接 要哭了 我要是能哭出来到好了 我现在是欲哭无泪 要是早几年 这事儿也怪你 你跟我明说不就完了吗 明说什么呀 你个不婚主义 不结婚谈个恋爱会死啊 不结婚 王八蛋才跟你谈恋爱呢 哥哥 咱小点声 别人还要谈恋爱呢 这么着吧 交换场地 你去劝我妈 我去劝你爸 你也许能劝诺我爸 你妈能搭理我呀 我妈都让我叫你二哥了 肯定会给你这面子的 二哥 咱们儿 我乔瑞竟然成你二哥了 我去的嘞 其实 两个老人挺有趣的 跟老小孩似的 对这种事儿也能闹成这样 比咱们俩有趣多了 郑叔 你就别跟我妈一般见识了 我妈就是嘴硬 她嘴里骂您是反动派 其实啊 就是因为这趟没能跟你一块去 她不舒服 要一块去了 肯定什么事儿都没有 反正这事儿吧 也怪我 要不是我当时 临时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你妈儿了 双双去了美国 回来肯定是话题脱脱了 话别这么说 不能怪你 那那你也别怪千丽 也不怪千丽 你看 你连我跟千丽都能原谅 就不能原谅我吗 郑叔 我实话实说啊 反正这事儿吧 您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问哪儿不对啊 您看 您一进门就给我妈一个大拥抱 那我妈肯定想了 那您在美国的时候 是不是逮谁就抱谁啊 这心里肯定不舒服嘛 我知道您是为了逗我妈开心 可是换位思考一下嘛 反正这事儿要是搁我身上 我也会胡思乱想不高兴的 是吗 当然了 女人小心眼 不过这小心眼吧 说明她对您有感情 而且呢特别在意您 那我该怎么办呢 真诚 态度最重要 喂 怎么不上去呢 我还没想好怎么说呢 吃律师饭的 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盛哥 我有话想跟你说 别说了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归他们 咱们俩 别说了 这真的很好 老老师 快过来一起吃吧 肉丸子凉了 就更没肉味了 你看什么呢 对面老头洗澡 这次这两人都不对劲 你才看出来 我们俩早看出来了 看出啥了 多明显 这不谈恋爱呢 姥姥 你可别听董德下说 我可什么都没看出来 你没看出来 杰特姐 他 他 那个 可能看错猜猜猜猜 可能没 就闹着玩 说不清楚 那个吃饭吃饭 你自己上去还是一起 还要我自可上去吗 你们俩进屋去 啊 进屋去 好事不会的 这人没好事 这么多话呢 你 来 秦阿姨 进来 漂亮 吃饭没有 没有 那正好 咱们这边 我饿 你吃嘛 不饿 那坐 不用坐了 坐吧 也真害怕 坐 有事啊 还是你爸乱你来的 不是 不 也算是我爸的 亲爱业 虽然您和我爸 在某些问题上 产生了分歧 发生了一点争事 但是我觉得 不属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基本上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我这么说 您还认可吧 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咱们就内部解决 今天我来呢 先替我爸跟您说成对不起 回头再让我爸亲自正式地跟您道个歉 你觉得行吗 道不道歉 无所谓 真的 主要是端正态度 对对对 端正态度 那端正完之后呢 他现在不是还没端正吗 也是 那我回去让我爸 把正字写好了 端过来给您看 晓晓 你不吃啊 不吃 那我就不留你了 行 开车慢点 对 坐下 偷听的你还坐 送我去 老婆 你们两个凭什么说他们两个是谈恋爱 猜的 猜的 就把你们猜的呀 想的呀 看到的 听到的 都跟姥姥说 怎么样 跟你一样搞定 一起吃个饭吧 很快就是一家人了 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多了呢 再见 我还得告诉你们啊 你听好了 不许跟你们妈说 也不许跟你小姨说 说什么呀 就说你们看到了 听到的参与的 这些事 不能跟他们说明白不 明白 哦明白 CU 都怪你多睡心 你多嬋迷思考 这可玩意只能包重要 那可能只能包重要 都不用我说 过俩年大概 全世界都知道了 咋也说了 这是个好事 哪有事好事 姥姥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家说 姥姥那是想考验咱们 不信任咱们 等到她确定好敌情以后 她自己就主动跳出来 公布这个惊喜 咱们不最初一人这么想 那她为什么也不让她小姨说 小姨又不需要什么惊喜 是 小姨是不需要惊喜 可是小姨不需要外力推动 没有外力推动 怎么能让小姨顺理成章呢 就扑通一下扎头事数的怀力 是吧 但是小姨这人多怪 如果让小姨的性格 知道了有外力推动 那小姨肯定顽强抵抗 这事彻底就成不了 姥姥也想 就是咱们悄悄的 顺理成章的 就把这个事给办了 把爱情给撮合了多好 你说姥姥想成全小姨跟射叔 那肯定 射叔多好 姥姥多喜欢射叔 有句俗话说得好 肥水不留外人天 你不也喜欢射叔 我也愿意跟射叔玩 你说可是咱俩现在就只有愿望没有座位 这功劳白白叫做要脑好手里去 你没座位我可有座位 虽然不大成功 这咱俩今天更好告密 算不算有座位 太算了 这叫隔山大牛你知道吗 好 以后找小姨折现 找小姨父折现 对对对 也可以说是二舅和二舅妈 你说姥姥能推动吗 姥姥多贼啊 姥姥会使用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 成功地挫折三马和深数的爱情 当了乔尾 你说要姥姥跟小姨一块住家 那得做好玩 刷玩去 刷玩去 明白不 我成天不跟你白吃白喝的 我是你姥姥 我是你老妈子 起来刷去 这你看 这也没说啥 也没说你 对 那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 比如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写了一幅字 还表上来 进屋给你看 行吗 谢谢 昨天啊 这个 昨天瞧瞧跟我说 态度一定要端正 最好写一幅字 我灵机一动 就写了这 你看怎么样 这什么意思 这是日期 我昨天写的 我知道是日期 难道说就达到一天吗 不是那个意思嘛 这些写字 总是要写落款的 那你这样写 我跟你说 那就人家就认为 你是要达到一天的 是吧 打倒美帝国主委 今天天天打 月打年打 永远打 是吧 那这就证明了在你心目当中 就达到一天 你这态度还不够短正 好好好 我重简 我重简 我跟你说 老郑 我一不是党员 二不能代表国家 是吧 你爸 向我检查 我承受不了 你最好是到毛州洗面前去 求他老人家 我给你能原谅你 如果他老人家 原谅了你 我天然也无所谓 你 你 你 您好 阿兰娜 我去过了 去哪儿了 毛主席纪念堂嘛 我在他老人家面前认真反省过了 确实是我不对 我不该 你现花了吗 我问你 现花 没有嘛 那就 再去吧 喂 张姐 张姐 电话 谁啊 帮我盯上去 喂 忙着呢还是闲着呢 知道我忙着你还打乱呀 说 你猜我在哪儿呢 我不猜 有事说事 有事挂了 别挂别挂 我还是告诉你吧 我现在在天安农广场呢 正陪我爸给毛主席献花呢 为什么呀 我爸写了一幅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字 拿去跟你妈表态 拿去跟你妈表态 结果老太太呢 嫌那个落款上写了日期 表示只想打倒一天 态度还是不够端正 让我们家老头来跟毛主席认错 昨天都来了一趟了 结果 前没给毛主席献花 这不今天又来了吗 不是 那我妈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就是毛主席 所以你们就多理解理解她吧 理解理解 我就是觉得吧 你妈挺有意思的 就这事啊 你现在是在屋里还是在外面拍的 在外边啊 那挺冷的 你可得多穿点啊 别动着 谢谢 那你 我先忙了先挂了吧 阿兰娜 我 我献过花了 你献什么花啊 什么花都有 好大一束花呢 有梅花吗 没有梅花 毛主席最喜欢的是梅花 您那些梅花 梅花还没开呢嘛 那这等开的时候 嗯 哎呀 有梅花 没有梅花 不知道 王主席不光喜欢梅花 还喜欢巨花呢 山也所居不顾忌 放心没事吧 没事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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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回去了 妈回去了 你又不忙就早点回来过年 我爸本来就一肚子委屈 这大冷的天还一趟一趟折腾天安门 那天背完毛主婿诗词回家就发烧了 吃了好几天药才给安安回去 我说你也别不高兴啊 这次你们家老太太确实有点过分了 郑叔呢 回去了怎么拦都拦不住 你没问问你妈到底什么意思啊 打了好几个电话 她都说就是为那事 反正听那意思吧 还是不肯原谅你爸 那怎么办啊 随他们去吧 这不都回去了吗 估计过一顿又和好嘛 老小孩嘛 我看悬 我怎么觉得你妈这次是诚心呢 诚心折磨你爸 不至于 我妈不是那种拐弯抹角的人 肯定就是那事在心里没过去呗 如果这次二老 因为美帝国主义闹败了 实在有点不可理喻 但愿不会吧 嗯 过年回去吗 应该回吧 不过我今天特忙 估计得到您跟前才回去了 我也是啊 要是咱俩开一辆车回 低毯环保 喂 主任 行行行 我马上回来 你甭着急 甭着急 我得走了 我们主任都跳脚了 伦队到底行不行啊 算联系吧 妈 正说都那么跟你陪你道歉了 您哪 就得饶人处去饶人吧 这老僵着也不好啊 哎呀 万美啊 千弟啊 我也不想好了 过去了 一切都让他过去吧 妈 小孩子过家家呢 说散就散了 什么岁数了 下证了什么呀 真是的 我不是小者的 我跟你正说 我们两个不是一路上的人 你所让他个人 就会衣柜 看看 优优独的 相信 我们可以在一半 疼